为了整个贬家弊案能够有所突破 非常关键的就是台内董事长孤承允 他面对特仁组检方约谈的时候 他的自白内容 他坦诚是将四亿元汇进到了贬家的人头户 并且用他的说法 他说这就是佣金并不是所谓的政治现金 当然这到底是佣金或者是政治现金 这其中有没有任何的对假关系 其实这关乎到了孤承允跟陈水扁之间的法律责任 特仁组这边当然要进一步的来进行厘清了 而如果之后发现真的是有贬家开出一个价码来收贿 在没有减刑的情况之下 孤承允可能要面对的是7年以上的徒刑 陈水扁则是最终可以判处无期徒刑 孤承允坦诚将四亿元汇进贬家人头户 还强调这是用金不是行贿 孤承允的说法让自己的法律责任变得很安全 不过当中到底有没有对假关系 成为检方厘清重点 龙滩土地弊案爆发的时候 孤承允依照白手套蔡明哲指示 汇出巨额款项 陈水扁说这笔钱是政治现金 事实上孤承允的汇款时间点是92年7月 当时还没有政治现金法 尽管四亿元金额庞大 但是根本就无法可罚 假如真的是政治现金 孤承允没有刑责 陈水扁也没有出法问题 不过按照孤承允的说法 四亿元是用金 但是土地交易价却高达九十亿元 用金不到一般行情的百分之五 让检方怀疑孤承允的用金说法 四亿元巨款 假如没有对价关系 孤承允没有法律责任 但这笔钱 如果加速了土地购买政策的推动 收贿的公务员触犯职务行贿罪 可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但假如被检方查出来 有对价关系 不但孤承允难脱身 可处七年以上徒刑 陈水扁也因为收贿 触犯贪污罪 可处十年以上徒刑 或是无期徒刑 孤承允接受约谈面对司法 有可能可以获得减刑 但是他的证词 对扁家十分不利 到底是用金还是贿赂款项 关键就在于 扁家是否开出价码 要孤承允把司议员 汇进人头账户 这期讯息有许志明 郭阿琪 台北综合报道